嗨 大家好 我是Yuki 今天呢 我在 律百代的展示中心喔 因為呢 我已經在網路上呢 挑好了這個 文具舞寶 因為接下來 我就要回到校園時光 來進行三大考題的策略 好緊張喔 希望呢 我今天可以好好的 Pass過關 那現在就一起來看一下 我到底選得拿舞寶吧 在選購完所有的文具之後 接下來就要開始我的任務啦 那不曉得呢 各位爸爸媽媽是否有發現 很多的小朋友都是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 到底小朋友的作業 難不難呢 因此我今天有三大任務 要來挑戰看看我是否 能夠順利過關呢 測驗開始 好的 首先呢第一堂課就是 美術課 那我等一下呢 要畫出一隻可愛的大象 公寓散騎士 必先利其器 所以呢 選擇 馬卡龍色籤筆 那它一共呢 有12人顏色 筆感設計喔 超級好我的 一般的這個色籤筆喔 都是油性的 但是立百代 全台首創這個 敏感水性的漆面材質 因此呢 安全環保 防菌獨 非常適合大朋友 跟小朋友使用喔 將將 我的繽紛彩色相完成了 是不是還不錯啊 好的 挑戰成功 好的 接下來第二個挑戰就是 國文課 我要來定證錯別字啦 大家記得呢 學生時代考試最怕什麼呢 自動鉛筆的筆心容易斷 所以呢 如果自動鉛筆的筆心一直斷的話 思緒真的很容易被打斷耶 大家有沒有去過花蓮的七星台 在這邊呢 有很多人堆石頭呢 來許願 因此 要來許願 希望呢 這個老天爺 可以私我一個 不會斷的 自動鉛筆 啊 你等不成 這就是傳說中的 五一段新自動鉛筆 有了它 我考試一定可以考一百分啦 怎麼了嗎 喔 你說這個喔 這個不是花蓮七星台的石頭啦 它真的作用喔 是 好啦不跟你囉嗦了 我現在要來開始考試了 你看 我這樣寫呢 都不會斷 原因呢 是因為它上方有這個彈簧 可以吸收筆尖的壓力 那筆心呢 回收的時候 又可以防止筆心斷裂 天啊 這個測驗也太難了吧 好在有 綠一段新的自動鉛筆 讓我可以快速的完成測驗 耶 終於到了最後一堂課了 是歷史課 要針對台灣史來做專屬的 課業手帳 因此呢 我使用的是 SALASA CLICK 鋼豬筆系列呢 來寫重點 因為它的水性墨水 出水盛暢 顏色鮮艷 因此非常的適合拿來寫筆記喔 第一部分完成之後 接下來就是摘要囉 我都會使用這個 MIKE NINER雙頭柔性螢光軟筆 因為呢 它一筆雙頭粗細兩用 然後呢 再做其他顏色的點綴 就完成啦 耶 我的台灣史手帳完成 好在呢 我有MINE LINER的雙頭柔性螢光軟筆 以及SALASA CLICK的鋼豬筆 正好呢 可以讓我打造完美的手帳 耶 今天的Yuki三大考題成功 欸 其實我發現 小朋友的作業真的沒有這麼容易耶 身為媽媽呢 真的需要多一點同理心喔 真的要感謝我的立百代好夥伴 什麼製作單位要送我這個 製作年的金裝文字組 欸 我要沒收喔 偷偷跟你們說 開學季活動開考 超多好用的文具 優惠滿滿 趕快到網路雙城買起來 還有還有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要立百代70週年金裝文具組 我們就會抽出幾位幸運的粉絲 得到我們的禮物喔 現在趕快留言起來吧 在影片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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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片下方留言